大学学的就是影视方向 在这个行业已经做过两三年 然后人脉资源也有 在一个我觉得我比较关注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还是想找一份自己喜欢 然后又能坚持把它做好的工作 忠于内心的想法 姚远28岁 辽宁人北京联合大学影视表演专业 各位喇叭好 现场的观众好 推荐人好 主持人好 我叫姚远辽宁人 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影视表演专业 那么今天想借助非你莫属的平台 求得一份总监助理或者总经理助理的职位 谢谢大家 我推荐姚远的理由是看他的简历 就是一个华丽丽的转身 怎么讲 他以前本来是从事影视表演专业 并且参加过一些选秀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后来出于自我发展的考虑 他转行去做了奢侈品的销售 并且销售业绩非常的喜人 这个转型非常的成功 今天他想借助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再次实现人生当中 另一次完美的蛻变 所以我觉得这是转型非常成功的一个好案例 我推荐他 谢谢 原来是搞影视的是吧 是的 影视表演专业 是的 你做过演员吗 在我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我们老板就是他进水楼台 为我取得了一个小角色 什么角色 在那个我要当八路里面 演了一个叫秀云的角色 一个村姑 演的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是我第一次触境的这个感觉 但是演的戏非常激烈 是一个被敌军迫害的一个村姑 最后惨烈的死掉了 还有经典的台词吗 不要过来 你演绎一下这个角色 就仿佛那个人就在前面 你当时是什么场景 就怎么来 你把它想象一下 好不好 好啊 看一下你的表演功底 你们要干什么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你不要过来 我求求你啊 我真的不是要你要找的人 如果你要再过来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求求你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求求你 可以 钟轩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一般话 你也可以演绎一下 不要过来吗 我会比较难一点 我当一个农民吧 我不是那人 我是沈东俊 我是好人 别过来 别过来 快点过来 我跳了 咱听心而论 东俊的真比他要开 还真的有层次 进入佳境了 董老师各位老板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有个个人情况 我 我媳妇快生了 然后我刚刚接到电话 然后现在医院不让走了 我现在可能马上去医院 快去 实在不好意思 恭喜 恭喜恭喜 实在不好意思 快去 没事没事 太经业了 我们了解 太经业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一定要设个规律 来个 现在空马要疯 然后医院 看他准备了 我现在心情其实很兴奋 那个 没想到 就是因为离预产期 还有应该一周的时间 他今天就给我太太去医院检查 然后突然就说不让走了 很期待 但我一觉得是有点愧 对我那个选手 刚把人推荐完了 然后不知道沐妍 这部跑步 待会儿会不会 怎么说人家 那时候有好消息 第一时间跟大人分享 抱歉啊 徐瑞他生孩子去了 所以呢 他就临时了解出来的情况 刚才徐瑞在走之前说 你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后来做销售做得不错 是的 来说说这事 我是对我自己的职业 有一个这样的规划 我在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是一家影视制作公司 我做的是总监助理 然后做的是新媒体发行 就是发行我们自己制的电视剧 给网络视频平台 在这个期间 老板也很信任我 让我去发一些剧 非独家的剧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找不到重点跟人聊 我们老板跟人家出去聊天的时候 吃个饭 聊着聊着 生意就谈成了 我也学 照猫画虎 学样子 你也谈着谈着就黄了 对 饭是吃的挺好 聊的也挺好 但是事儿没谈成 我是觉得 销售是一门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工作 所以正好也有一个机会 是这个奢侈品的销售 这家公司也非常 也是上市公司 然后在北京只有一家店 也是做女鞋和女包的 我也非常喜欢 所以我就投了一份简历 我想给自己试一试 推到这个一线去 面对面的销售 做的怎么样 我不敢保证我每个月都在top sales的位置 我敢保证我在第一名第二名 不调到第三名 你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共有多少销售呢 就是团队里 七名是吧 七名销售 你一直保持在第一第二是吧 第一第二 但是不是前三个月 我有疑问 因为你这个牌子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牌子 北京就一家店 对 所以它最终就你获得这个销售冠军 或者这个可能是因为比如说 你的长相 你的气质 还有你的态度 最终你还是没有练到 就你原来缺失那一块 就是跟别人沟通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通过一小时或三十分钟的聊天 吃饭 就能把它说服 就这事你还是没练到 不是 是这样的 穆严老师 您看我们这家店的生意好到 保安都已经 就是保安都已经让客人 就是挡在门外排长队 我们每天接不同的客人 这个恰恰就是穆严说的 是因为那地儿本身就忘销 在你在这七名的销售员里 你可能比如长相甜美 或者是你让人觉得舒服 因为你是做商 因为你跟他们的沟通说白了吧 是的 都比较浅 聊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 加在一块 这个对话时间 对吧 就是你再展示一下 除了这以外 就是做商 又是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以外 比如说卖手机 有一个最知名的品牌 大家趋之若鹜 现在又有一山寨的 大家都不认识这牌子 你怎么能把这东西也卖出去 首先我要了解我卖的是什么 我的卖点是什么 再一个我这个商品 针对的人群是什么 然后抓住它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 我们卖的是这种高跟鞋 那如果高跟鞋和包包 如果一个孕妇 就是如果有身孕的女士 来到我们店里 她可能就没有 对高跟鞋的需求 那我们怎么办 但我们有那种大的那种 那种那种 那种shopping bag 我们就可以跟她说 亲爱的 其实你已经不用穿这种高跟鞋 带着那种小包了 因为你有身孕了 我觉得你可以适合大一点的包包 然后你就有孩子了 你要给他装尿布 装这个装那个 必须要大的东西才实用 所以就推荐客人需要的东西 其实我没看出来 你为什么比其他的 比如六位营销人员更强 对不对 你说你是要么第一要么第二 但是你整个的描述里边 你到底使用了什么方法 比别人做得更好 也许另外六个人更弱呢 没有 他们也都是非常强的 但是他所说的意思 就是看不出 你为什么能拿到销售官员 其实我就是勤快 没有什么诀窍 他们比一来 我没有 我其实是一个销售小白 在这个行业里 有很多跟我 就是他们干了很多年 他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人他有没有钱 他就会 假如说进来一个穿戴一般的人 他就会说 又给你去吧 那可能就会客气让一下 你在应聘圈里边写的说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